穆迪花园是美国大休斯顿地区著名的娱乐景点 由于疫情停歇了两年的冰雕展 今年回归将在年底节日期间向游客开访 这些五颜六色的大冰块是用牛奶和颜料调制加工而成 经过冰雕大师的切割、修行、雕琢、打磨等工序 将变成唯妙唯孝的艺术品 已经染色的冰块用于雕刻主题作品 比如沉船、珊瑚、潜水艇、海草、礁石、圣诞树 圣诞礼物等等 而透明的冰雕作品在变色灯光的映尘下 更加出神入化、变幻莫测 加勒比海这个设计是取自于墨西哥湾 离加勒比海很近 再一个说是啥呢 这个里面有好多鱼、珊瑚 这些对孩子比较有教育意义 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 然后做了这一次 在加勒比圣诞节 游客从高文斯登岛海岸穿越墨西哥湾 领略冰封厚的海底世界 探索海底博物馆 发现沉默的宝藏 途中邂逅圣诞惊喜 同时冰雕展内还将开设颤抖酒吧 也有鸡尾酒、热巧克力等饮品 安慰冰冻的寒冷 目的花园的年终盛典内容连年不同 已成为很多家庭的节日传统 除冰雕展以外 今年还有户外溜冰场 北极滑梯 假日自助餐 游览小火车 3D、4D电影 还有200万盏灯 装饰的一英里 节日灯展步行观光小路 目的花园酒店 也将举行全新的 Circ Radio晚宴和表演 并举办新年PALUZA家庭庆祝活动 目的花园冰雕展的开放日期 为11月19日到1月7日 成人门票29元起 儿童老人24元起 更多有了信息 请访问目的花园网站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